最近俄军在马里乌波尔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轰炸机的狂轰烂炸下 其已彻底占领钢铁厂 马士也是囊中之物 而一直让外界好奇的大鱼也终于浮出水面 在俄方最近的战斗中 其俘获了大批马士守军 所谓的大鱼也已被火捉 一、目前俄军已确认其真正身份 难怪乌军要多次营救 而更重要的是 北约已逃不脱干系 因为这些大鱼都来自北约 根据俄方的表示 火捉的大鱼都是来自北约的正规现役军人 而并非志愿士兵 这再次证明了一点 那就是西方已介入俄乌局势 帮助乌军与俄作战 马士大鱼已被火捉 真是身份被俄军揭露 这下轮到北约国家吃饼 在俄方放出相关消息后 各国都不敢再自身 生怕因此遭到俄方的针对 俄罗斯早已警告过北约 若其敢参与俄乌冲突 将被视作对俄方的挑衅 如今乌克兰的北约军人已被火捉 即便级别并不高 但只要能证明来自北约 那北约必将惹火上身 考虑到其人在源源不断向乌军运送武器 很有可能遭到俄军的打击 北约难以承受这种后果 所以才会要求乌军冒着风险前往阴旧 但行动都被俄军挫败 而据相关消息显示 北约各国还在积极与俄方协调 希望能让这些大鱼撤离 并扬言其只是被亚素因扣押的人质 而最反常的还不是北约国家 坚持在钢铁厂顽抗的亚素因也很反常 其早就被逼入绝境 在钢铁厂也早已是胆尽粮绝 可当大匹乌军接连投降时 其却死活不肯投降 如今看来 其很可能是与北约士兵待在一起 表面上是扣押 实则是保护 因为这些人绝对不能落入俄军之手 但俄军如今已彻底拿下钢铁厂 亚素因残军也都被剿灭 这些北约军人不是被火灼 就是被击毙 马是真有北约大鱼 这让各国感到担忧 被活捉的军人将成为俄方的证据 而如今其恐怕也不再希望能救出这些人 而是希望他们能变成死人 永远无法为俄军作证 不过即便有了这些证据 西方恐怕也不会承认 无论本国士兵被俘还是被打死 都不会改变其态度 但事实摆在眼前 各国已无法抵赖 而俄军也不再手软 已经对装有北约援助武器的运输机发吉卡机 望他们好走为之 所以种种迹象表明 战场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一些突然的变化 让俄罗斯震惊 让世界心惊 也不可避免地对未来走向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无军发动越境攻击 而威胁要斩首行动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指控 两架乌克兰攻击直升机越境进入俄罗斯 蓄意对布梁斯克州克里莫沃区 克里莫沃镇的居民楼实施至少六次空袭 此外俄方还声称 还有一个俄罗斯村庄早与乌克兰方面的炮击 有住宅建筑和设施遭到破坏 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此前一天 俄军发出警告 如果乌军继续对俄境内发动攻击 俄军将袭击包括基辅在内的决策中心 按照俄军的说法 以前对执行斩首行动保持克制 但既然乌军这么做 那俄军就不客气了 这遭到乌方的驳斥 认为俄军不过是贼喊捉贼 发动所谓的假期行动 即在俄境内制造恐怖袭击 然后嫁祸乌克兰 鼓动反乌克兰情绪 此前俄方指责 两架物质升机越境进入俄罗斯 低空飞行发动攻击 摧毁了一个燃料库 这也是开战以来 俄境内遭遇的最大损失 但乌克兰方面一直 既为明确承认也为明确否认 三 俄军在马里乌波尔取得重大进展 这应该是最近几天俄军最大的进展了 但是激烈的战斗还在进行 拿下马里乌波尔 俄罗斯就打通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陆地走廊 也控制了乌克兰超过80%的黑海海岸线 如果再拿下南部的奥德萨 乌克兰事实上将成为一个内陆国 四 乌东大战一触即发 双方都在莫玛利兵 连日来的卫星图片都显示 一个长长的俄军车队 正在乌东地区进发 按照美国披露的情报 原先从乌克兰北部撤离的俄罗斯军队 再回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 进行短暂休整后 又出现在了乌东地区 在美国军方看来 这清楚地表明 俄罗斯人希望将更多的军事资源 投入到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 乌军总裁某部则宣称 俄罗斯正在为发动乌东地区战斗做准备 集结部队现在包括指挥和控制 以及航空兵 这意味着俄军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 将不再是一城一地的简单争夺 而将是一场全面攻势 成败决定着俄乌冲突未来的走向 乌军也在加紧准备 乌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克此前表示 乌克兰准备好大战一场 乌克兰非应不可 包括顿巴斯的战役 只有这样乌克兰才会拥有 更强而有力的谈判立场 大批美军军火正在运往乌克兰 拜登和泽连斯基昨天又通了电话 按照商定的计划 美在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军火 其中11架米士气直升机 500枚标枪导弹 300架弹簧岛无人机等 加上最新这批军火 就最近两个月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亿美元的军火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 乌克兰2020年的国防预算也就60亿美元 别忘了这还只是美国 还不包括美国众多的北约盟国 昨天欧盟又批准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军火 拜登的说法是西方提供的这些武器 在乌军对抗俄军战斗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他以帮助确保普京未能实现 其政府和控制乌克兰的最初战争目的 我们现在不能止息 5.芬兰 瑞典要加入北约 俄罗斯发出警告 俄罗斯的考验不仅仅来自乌克兰 而且来自北部边境 为避免触怒俄罗斯 芬兰和瑞典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 苏联解体后 北约多次拉拢两国入伙 但一直没有成果 俄乌冲突爆发后 芬兰和瑞典立场发生明显变化 除了向乌克兰输送五七万 还表示有意加入北约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曾被格则公开表态 如果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北约将欢迎并确保迅速接纳他们 美英也都以表态欢迎 芬兰宣布在西部地区举行军事演习 参加演习的有英国美国等国的部队 对于北部边境的变动 俄罗斯前总统梅德维杰夫发出明确警告 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俄罗斯军队将在俄罗斯西侧的部队增加一倍以上 人们不会继续谈论波罗的海无核区地位的问题 平衡必须恢复 俄罗斯还将在靠近瑞典 芬兰地带部署核武器 当然这两天还有很多新动向 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绞杀在继续 更多外交官被驱逐 俄罗斯以誓言暴富 乌克兰方面则公开拒绝德国总统访问 这引发德国社会哗然 德国正要痛批乌克兰做法 是一场政治上的廉价闹剧 最后怎么看 就简单三点吧 第一是俄军正面临重大考验 一艘排名第三的海军弃舰 在暴风雨中沉默 不管是哪种原因 都是一个重大打击 如果是被乌军导弹击中摧毁 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人为火灾导致摧毁 更是一个严重的疏漏 前期的拉垮 现在的损失 俄军确实截取一场明确的胜利 第二是西方更不乏火上浇油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火 已相当于乌半年整个的国防开支 这还不包括其他北约国家 此外北约还在拉拢芬兰 瑞典入火 这显然是一种拱火行为 考虑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将一个大国 尤其是和大国逼到绝境的后果 真是让人到西一口凉气 第三是乌东大战就要打响了 这已经不需要预测 因为事实就摆在那 俄军正在大规模集结 乌军也在抓紧作战准备 美西方负责提供军火和情报 俄军是势在必得 拿不下顿巴斯 那真是陷入一个泥潭 乌军也不愿妥协 还频繁发动攻击 很大程度上 这场大战将决定乌克兰未来的走向 战场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更猛烈的暴风雨就要来了